以西结书第三章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 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 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 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 乃是往以色列家去 不是往那说话深奥 言语难懂的多国去 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 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 他们必听从你 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 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 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鹅间心硬的人 看啊 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 使你的鹅硬过他们的鹅 我使你的鹅像金刚钻 比火石更硬 他们虽是背逆之家 你不要怕他们 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金黄 他又对我说 人子啊 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 要心里领会 耳中听闻 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 他们或听或不听 你要对他们讲说 告诉他们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那时灵将我举起 我就听见在我身后 有震动轰轰的声音 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 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 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 震动轰轰的响声 于是灵将我举起 带我而去 我心中甚苦 灵性奋机 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 我就来到提勒雅壁 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 到他们所住的地方 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的做了七日 过了七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 替我警戒他们 我何时指着恶人说 他必要死 你若不警戒他 也不劝戒他 使他离开恶行 拯救他的性命 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 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 倘若你警戒恶人 他仍不转离罪恶 也不离开恶行 他必死在罪孽之中 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 再者 一人何时离异而犯罪 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 他就必死 因你没有警戒他 他必死在罪中 他素来所行的义 不被纪念 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 倘若你警戒一人 使他不犯罪 他就不犯罪 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 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 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 他对我说 你起来往平原去 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 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 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 停在那里 我就俯伏于地 灵就进入我里面 使我站起来 耶和华对我说 你进房屋去 将门关上 人子啊 人必用绳索捆绑你 你就不能出去 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堂 以致你哑口 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 他们原是悖逆之家 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 必使你开口 你就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听的可以听 不听的任他不听 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